一打就一打就一打就一打 對 現在一打 我覺得到今天我必須打斷一下 因為我覺得 如果電視機前的姐妹 她要一直聽白雲哥的事情 她們應該會很不舒服 而且白雲也沒來 你們能不能講個帥哥的 把我講個郭欣哥 我 怎麼有我 郭欣哥他其實衛生習慣 真的假的 他不是很愛洗衣服 他愛打掃 他愛打掃 可是其實他有一些生活習慣 是讓人家很有 私人的嗎 很私人的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你知道我要說什麼 你講 不是 因為他鼻子過敏 然後他最近就很噁心的 每天都一直打噴嚏之外 還就拿著一個衛生紙 不管是在家裡還是在外面 甚至記者在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拿著一根衛生紙這樣在那邊戳 不是 因為 真的很難控制 沒有辦法 而且我還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不乾脆醒一醒 你要拿著把它捲成一坨醬在那邊擦 他的解釋是 是什麼 他說他想要用這樣子 就是沾一下 沾一下就好 不要讓他 就是阻止他留下來 所以你如果不醒一醒的話 你就得一直這樣沾一下 沾一下 對啊 你是怕妝花的嗎 對 妝花的在旁邊 沒有 你鼻子留下來 然後妝花他就想要沾一下 沾一下 對 因為你這樣一直醒的話 這邊都會紅紅的 不好看 沒有辦法 對 其實很多人 還好啦 我這個還好啦 這個還好嗎 要我講更嚴重嗎 我還有嗎 好 算了 不要 我們可以再一陣子 這甜甜吧 甜甜 應該是韋子吧 小甜甜 不是 我跟你講 如果是我他就不會 內衣內褲大走光幾個不整 他就說 人都走光了 我自己都不會 對 宋婧妮大謝迪 知名主持人與女心 竟然有一腿 來 知名哪一個主持人 會在節目上公然跟女藝人調情 甜甜吧 甜甜 應該是韋子吧 小甜甜 不是 我跟你講 如果是我他就不會 內衣內褲大走光幾個不整 他就說 沒有 不是 還有啊 還有 誰啊 好啦 是我啦 妳 我幫我 還有 假的 還要Q還好看 因為我沒看到 帥君 我覺得是妳 我超緊的 妳超緊 沒有 我都夾 夾很緊 夾很緊 沒有 但是那是因為 妳現在還在清醒的當中 他從那不清醒的來的時候 他的個性就是很活潑很熱情 只要看到朋友來就會說 我今天很謝謝妳來 然後就會可能衣服都已經掉下來 已經掉到這邊囉 然後可能半個胸罩 可能都在外面那裡就說 我今天真的很謝謝妳 妳知道嗎 在旁邊那裡會幫他捏 把他人看 把他衣服拉起來 你知道嗎 Makio的局 約在夜店 然後例如約11點 妳這樣有說 其實因為Makio代言那個內衣 然後他就會 因為我們都女生嘛 內衣這種來說是很私密的東西 又很需要 有一次就穿了那個長褲 然後就突然跟妳講說 我告訴妳這件超棒 他就把那個內褲這樣子 媽 到這上面了 然後告訴妳說 妳看這丁字褲多性感 好喔 妳穿了 妳穿衣服 我們在旁邊都流鼻子 而且她也是 她已經穿丁字褲 還可以拉幫我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她拉起來的時候 現場旁邊還有別的男性 有很多人都在 全部都在 但是很多女生 我們圍女生啦 對 這個走光還好 因為至少是 不要小天天 而且小天天自己走光 我覺得她不會自己不知道 因為她是故意的 所以 她剛剛開始 妳剛剛跨上去的時候 我就不小心喵套 我都不好意思講 那短褲啦 我不小心喵套 謝謝妳幫我注意這麼新鮮 好 我們趕快看下一個線索 謝謝 髮量少很好 誰髮量少 那一定不是我髮量少 我看一下 誰的髮量少 我今天這樣很適合看 不會啊 會不會就是妳 我算還好 心靈 心靈也不穩 還好啊 她頭皮的 我也不不用看了啦 我很多 都很多 都很多 可是我覺得這樣比起來是心靈 我喔 對啊 因為妳這樣 這邊可以看到一點點頭 對啊 我也覺得是心靈 我告訴妳 是我要抱彩樊姐的這樣 是嗎 怪她是在戴帽子 真的 好 彩樊姐我們可以看一下嗎 妳是想吐了嗎 彩樊姐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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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這以前比較好看啦 阿姐很難看耶 我要抱 因為我自己髮量已經很小了 所以我之前常去那個燙啊 或者是去想要接髮之類的 可是彩樊姐跟我一樣髮量很小 那也是在化妝間呢 我跟你說彩樊姐平常喔 你看她都很和善對不對 可是只要她頭髮一塌的話 她一定會馬上要求化妝師幫她 夾風 而且那個洗藥很漂亮 然後我就會發現 惡惡彩樊姐原來在這方面 她特別要求 又生完小孩又掉頭髮 而且以前演古裝戲的時候 常常那頭套有 然後悶著 然後髮夾都夾這裡 所以妳每次呢 要把那個髮夾的時候 都很多支 然後有時候一把都掉 一把就掉 然後就七月裡下來的時候 妳就會覺得好像那個 就頭髮變得很少 然後生完小孩 然後就 就頭髮髮量就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我都希望她膨一點點 節目上這個比較好看 平常就無所謂 那欣妮哪一個主持人 會在節目上 調情喔 到底是哪一位女星如此大膽 竟敢在節目上 與宋依大哥公然調情呢 宋欣妮即將引爆 演藝圈的震撼蛋了 好 妳不懂 HOOPER 快點 今天哪一個主持人 會在節目上 調情喔 我剛剛講的這個都太弱了 真的 我發現一件事情 妳知道嗎 怎樣 等一下 妳要他們互相講 自己 他們講得都很普通 但是講 所以一定要講別人 講別人的時候 他們都是放很大的料理 趕快講 妳常常也被調情啊 妳們都被調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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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主持人在節目上 做了什麼事情 沒有啦 就是妳會發現 他們的關係就很特別啊 然後 是大哥嗎 大哥 就算大哥啊 對啊 不要我大哥小哥啦 反正就是主持人 然後 就是那女藝人就是 上節目 妳都會發現她的位置都特別好啊 然後那大哥就問她說 譬如說 曹小姐就是那個女的好了 然後我就問 問曹小姐說 聽說妳最近拍戲很開心啊 對啊 然後那女藝人就會說 不然呢 妳說啊 然後我們旁邊死了 妳知道他們兩個 就在那邊放電耶 真的啊 當場我們就傻眼 我們就想說 妳到底去 去調情算了 所以她是會對每一個 還是說 她喜歡的那個風格的女生 都會這樣 因為她是喜歡的吧 她喜歡 但我們也聽說 私底下她在追她 有聽說 有 是誰 猜猜看 猜猜看 她是誰 我不知道她跟誰 某位男主持人 然後就是 每次只要就是 這個女藝人去上節目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都會有一個 自己的小空間 然後開始會就是 摸啊 然後 就是會有一些 身體的碰觸什麼的 然後都會彈得很開心 然後距離都很近很近這樣 還有曾經就是 要錄影之前 大家這樣說好嘛 然後他們兩個就在中間 然後 男的這樣 然後女的這樣 然後男的跟女的就這樣 很可愛啊 對… 男的手幾乎都在這邊 對… 對… OK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今天 今天聊到這裡 有些東西真的是 不能直接說出來的 如果網友 你們有猜到是誰的話 自己上網 我們的部落格留言好不好 然後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六位來賓 然後待會兒 收工了之後不要那麼快走 我還想知道多一點的 對啊 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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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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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大秀VIP卡 一張比一張還瞎 這是什麼 後援會的會員卡 那拿這個卡有什麼好處 那拿這個卡有什麼好處 我拿這個呢 我不用密碼 我就可以在網路上 留我的言 不是 然後… 他們… 講話 那你怎麼拿到這張卡 那你怎麼拿到這張卡 因為我一個禮拜 明晚十一點 娘娘嫁到啦